前一小时间持续来关注到的是 这个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到今天已经进入第44天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昨天晚间是表示 在这个乌克兰境内 有一个叫做波罗姜卡的小镇 画面当中就是这个波罗姜卡的画面 遭到俄军破坏的程度 比在附近这个布查镇更加可怕 还有乌克兰的官员是表示 因为这个波罗姜卡 它位于首都基辅的附近 那么有两栋刚刚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 其实原本是公寓大楼 但是已经遭到摧毁 那么在瓦利堆下发现有26具的尸体 因此官员在脸书上头发文指控 莫斯科当局是故意针对了平民区 还说到处都有俄军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 一起来听泽伦斯基罪行谈话 这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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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辅表示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 那么就在刚刚他从波兰登上了这辆火车 要前往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预计在抵达基辅之后 就会和这个泽伦斯基来碰面 双方也会举行一场会谈 不过这个乌克兰总统发言人是表示说 基于安全理由 所以目前不会公布这个会谈的其他细节 那范德赖恩其实他昨天在瑞典的时候 就告诉记者说 乌克兰人民值得我们团结起来 所以这也是他会前往基辅的原因 他也希望传达非常强而有力的讯息 就是我们会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人民 另一方面美国指控这个俄国士兵 在乌克兰侵犯人权 所以就向联合国来提案 联合国大会在今天是以93票赞成 24票反对还有58票弃权 通过了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职权 一起来看 那么大陆在这一场投票当中呢 投下的是反对票 印度方面则是弃权 不过最终呢还是通过了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职权 也让俄罗斯呢成为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06年成立以来呢 第二个被停权的国家 第一个呢是这个利比亚 因为利比亚在2011年的时候 因为效忠当时的独裁者格达费的部队 对抗议人士施暴 所以被逐出人权理事会 那么对此呢 今天莫斯科也随后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 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副大使库兹敏 在今天的这个表决之后呢 形容这个举措不合理 而且是有政治动机的 所以就宣布俄罗斯已经决定要完全退出人权理事会了 另外一个焦点要转向美国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原本传出呢 在这个10号要访问日本 而且还会调整预定行程 要改来台 访问台湾 但昨天呢 他的发言人证实了 这个裴洛西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不过目前呢 他是无症状的 今年裴洛西已经82岁了 他的发言人表示呢 他打完了这个三剂疫苗了 那么原定呢 这个亚洲型的访问团成员当中呢 也有去年表达 有意要访台的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 那么不过现在呢 裴洛西传出确诊之后 这个行程也将会延后 如果裴洛西顺利访台的话呢 将会是这个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25年来首次访台 那么对此呢 昨天大陆外交部也发言了 对此回应说呢 这个裴洛西应该立即取消访台的计划 停止美台的官方往来 那么今天更进一步的消息就来自了大陆外交部的网站 大陆外长王毅呢 昨天和这个法国总统的外事顾问波恩同电话的时候 也针对了裴洛西打算访台一事 表明了大陆方面的严正立场 王毅指出呢 当前这个国际局势动荡加剧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呢 强调尊重一国主权还有领土完整 但是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呢 却是公然踩踏一中红线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这个美国国会的众议院议长呢 作为一国的政要 明知故犯呢 窜访台湾 将是对中国主权的恶意挑衅 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将对外发出极其危险的政治讯号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的话呢 王毅说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反应 一切后果由美方来承担 讲到大陆就要来关心上海的疫情 今天呢 这个上海当局是通报了 在过去一天 上海又再新增了 有824例的确诊 无症状感染者呢 高达了20398例 总计呢 已经突破了2万例了 在一天之内 不过大陆方面呢 依旧是坚持要动态清零 踩 送 减 报 和 速度必须提高 追扬和流道的速度必须加快 全力的把感染者找出来 快转运 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市民 积极的配合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 我们这个广大的市民 积极的参与 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配合我们的各种检查 在这里呢 非常的感谢 为了因应这些大量的轻症 还有无症状感染者增加 所以上海呢 也是赶紧将这个国家会展中心 改建成能够提供 4万张床位的方舱医院 而且就要完工了 会成为这个上海规模最大的方舱医院 而至于台湾科技大厂聚集的江苏昆山呢 则是在昨天宣布 为了全面彻底阻断本土疫情传播 所以决定将这个静默期延长四天 也因此当地民众呢 在这一段期间 非必要不得离开社区 要一直到4月12号为止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提供给你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呢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呢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